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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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做一道 非常丰盛的一道汤 现在天气越来越好 有的时候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 我不想要吃 吃得很饱 所以中午就吃一碗汤 配一点面包就刚刚好 所以今天我要来示范的 就是一道这种可以吃得饱 比较丰盛的汤 这是来自意大利托斯卡尼地区的 一种特别的一种汤品 就是一个白豆甘蓝汤 那里面的蔬菜种类比较多 它最主要的原料就是 我们用这种白豆 这种叫做Cannellini bean 这样子的白豆 它绵绵软软的 然后可以让汤煮起来感觉浓浓的 当然你要自己从生的豆开始煮 当然最好 但是我的感觉是 其实你买一罐这样子罐头 什么牌子都一样 直接就连里面的这汁水一起倒下去 效果就很好 非常地快速简便 我来介绍一下 好 你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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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喝 嗯 嗯 那我们现在来盛盘吧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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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盛盘 来吃午餐啦 好啦 好啦 香吞吞的 这个 白豆甘蓝蔬菜汤就好啦 那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呢 再搭配一点点 嗯 今天家里面刚好有一些 这个 法棍 法国的 麵包 水 水 水啊 我知道你很饿 来马上就好了 午餐就要好咯 这个小朋友是很爱吃的 好 二十几分钟就完成了这样一道 这个 白豆甘蓝蔬菜汤 好 Bon Appetit 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 今天的节目很特别一开始 刚刚大家看到的影片 是知名的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庄祖怡小姐做菜的影片 特别客串的是她的儿子 今天很高兴邀请她来分享做菜这个艺术 祖怡你好 欸 慧玲好大家好 祖怡 节目一开始我很想要致上我的感谢 嗯 我承认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做菜的人 是吗 对完全不会 然后我在家里面很想要做菜给我先生吃 然后我就 上网去找到了庄祖怡小姐的影片 嗯 你做哪一道菜呢 我跟我先生都非常喜欢吃的牛肉 对然后所以我就选了红酒炖牛肉 那结果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而且蛮简单的对不对 对重点是很简单 那虽然她时间很长 但是她的步骤非常简单 然后出来的成果非常好 然后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 我还带到办公室请大家品尝 然后接受每个人的赞美 说还蛮好吃的 我听到这样最高兴了 如果真的大家 本来不会做的人 跟着我的影片能够做出来的话 真的是最大的成就感 我自己在做菜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一种疗愈 我很想要请主仪先跟我们聊一下 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做菜 一开始一个是因为爱吃 一个就是 就是享受这个做菜的这个疗愈的过程 我其实小时候成长过程中 我在家里面不怎么做菜的 我爸总是担心我们会把厨房给烧掉 然后觉得孩子就是乖乖的念书就好了 所以我其实是一直到我去美国念书 开始留学的研究所的时候 才开始真正在做菜 那时候就是压力非常大 用念不完的书 写不完的报告 然后我记得一开始第一次是 我很想很想吃牛肉面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做牛肉面 所以跟你一样也是炖牛肉第一次 那就是放了学去买 买的那个肉的那个部位也是不对的 然后就是最后回家 反正就做了一个肉老味色的酱油汤 但是虽然不怎么好吃 我还是吃掉了 但最重要的是我在那个切菜啊 在炒啊在炖的过程中 我发现是第一次 我可以在这么紧张的 刚开始念研究所的过程中 可以完全不去想我的课业 我好像我在切菜 在这个煎煮炒炸的过程中 我可以完全活在当下 所以后来就变成我 我的这个研究所生活的例行公式 每天放学我就去买菜 然后回家我还紧张的时候 就特别反而做的功夫菜 特别多那个摘豆芽啊 剥豌豆啊 那个别的同学说 你怎么会有力气有时间 在念书的这个时间 还可以去剥豌豆 但我写文章 可能写了两个小时 写出几句话 然后还删掉 剥豌豆 剥十分钟就剥一碗 那个成就非常的踏实 对 所以其实你在留学的时间里面 是很受大家欢迎的吧 大家没事就会问 庄主余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吃饭 我常常请客啊 对啊 因为请客有给我更大的借口 可以今天不念书 不写作业 我就是专专心心的做菜 然后呼棚引伴来家里吃饭 所以谈到这里就会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问过你 为什么那个时候 差人类学的博士学位拿到 也不过一步之遥呢 那一步要走很久了 对 为什么就放弃了人类学 决定要去厨房里面 做田野调查呢 这个 其实我就是开始念 人类学在国外留学 一开始就爱上了做菜 然后从一开始完全不会做 到后来摸出了一个心得 越做越好常常请客 那一阵子我就常常 这几年间 我就常常跟所有的朋友讲 如果以后 这个博士学位拿到了 找不到教职 那我就开餐厅好了 你们就都来捧我的场 但那时候讲一讲 都好像是玩笑话 从来没有想过说 厨艺可以变成我的专业 我觉得就是 就是很传统的 这个台湾小孩子这种想法 我就是好好的念书 然后我就走学术这个路 做菜顶多就是一个兴趣 这样子 然后结果是 一直到我已经念了 第八年了 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了第一个 第一个chapter 然后那个时候是陪我先生 他进哈佛进修一年 我就是跟他搬到 搬到波士顿 在找房子的这个过程中 那一阵子我就是写文章 写论文写得非常的 压力很大 然后心灰意冷 就是非常就是好像 到了一个非常burn out的地步 然后就在找房子的路程中呢 就看到一个厨艺学校 那个学校就在大马路上 然后是落地窗 这样一大片 我在门口这样看 就看呆了 里面的里面的老师们 学生们就是全部都穿白衣白帽 看起来非常专业 有一个教室里看到 老师指的意大利地图在讲 学生就在抄笔记 另外一个旁边 一个一大排教室 就看到他们有人在打蛋 有人在肩肉 感觉就是这么的专业的 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我那一次 那一刻才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厨艺不只是我 其实好像我生活中 我的最爱 我最大的嗜好 完全超越我念书的兴趣 也是一个 其实可以成为专业的东西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那一刻 我看到一个日本女孩子 在一群白人中间 有一个日本女孩子 在那边很专心的做事 我就好希望 我跟她位置可以调换 我觉得要是 要是她可以 我觉得我也可以啊 然后就在 后来就在真的 短短两个礼拜间 我们后来租的房子 真的就在那个学校的转角 我就有各种各样的 因缘巧合 让我就在那一刻 我觉得是 我觉得真的 就是一个机缘 让我在那两个礼拜内 决定放弃了我的博士论文 然后就进入这个厨艺学校 就是老大差不多一岁多 然后怀着老二的期间 你就看到每一集 我肚子变越来越大 对对对对 然后生出来以后 大概休息 月子做完以后又回来了 然后小孩就抱在我前面那种背带 一边做菜 对而且因为 因为她抱在背带里面 你如果不动她就会哭 所以我还要一面颠一面拽 可是现在其实回头看起来 那是一个还蛮决定性的瞬间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 好像是非常的随机 但是那其实背后累积了很多 很多能量很多 很多复杂的心情 那我刚开始我说服我的家人 让我去念 我也跟他们说 我现在写的有点心理交错 让我去试试看 说不定这个做完了以后 我再回来把我的论文写完 结果上课大概上了两个星期 我就决定这是我要做的 这个就是我要做 第一次我觉得 我在人生中找到了 这么明确的方向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对 那可是我也不想说 真的把我之前 念人类学的整个 这个学术的训练都放弃 所以我一开始念厨艺学校 就开始写部落格 同时我就认为我就是 用这个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 这种方式 在不断的每天下课 我就回家写笔记 那记录一下我这个 这个厨艺学校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的心情是怎么样 不断的这样在写 那所以就是把通俗的人类学研究 跟我的这个厨艺的兴趣 结合在一起 对 你讲到人类学的研究 我就想到 你那时候应该有跑到 大餐厅里面去实习 是的 那其实也是一个人类学研究的 田野调查的地方 对 我就是在 在美国这个厨艺学校 毕业之后 跟着我先生 因为他是从事外交工作 我们派到香港 那在香港的时候 我那时候 啊投了好多这个求职信件 后来终于在 在这个质地文化酒店里面的 这Amber餐厅 后来是拿了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说服大厨让我去做实习 不知心的这个实习学徒 不知心的实习 对对对 因为他们其实人员已经满了 那我说我钱都不拿 我什么都做 那终于让我进去 那在那边 这是昏天暗地的 在那边 你们那时候每天做什么呢 呃在这种法式 这种很高级的法式厨房 他们他们的 呃 这个厨房里面的编制比较大 就是几乎像一个军队一样 那有分 最新进去的人呢 都是做冷 冷菜台 那个叫做Gamonjet 我就是在做冷菜 冷盘和沙拉 那做了一下以后 出那个大厨也让我 在升 在升一阶 做他们的 这叫做Ontumetier 是做面饭 所有面饭和蔬菜在那边做 那所以 分工很细 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通常就是 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冷菜出来做 通常一般人进去 可能冷菜做个一两年 你可以升到做蔬菜和面饭 再做个一两年 你可以升到做鱼 再做一两年 你可以升到做肉 肉做完了 你可以升到做酱 所以在法式的这个编制里面 做酱的人是最高的 因为他需要最灵敏的这个味觉 等你酱都做出师了 可能就可以做Sous Chef 那Sous Chef再上去 你才可以做到大厨 所以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 慢慢往上爬的过程 那我在那边真的 几乎天天就是在那边 切小丁细丝削皮剥叶子 每天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那为什么可以熬得下来呢 熬得下来的原因是 我觉得我在那边 其实学到了很多 虽然有的时候在那边 就一直切洋葱 一直切洋葱 我觉得我干嘛浪费人生 在那边切六小时的洋葱 但是除了切洋葱以外 我身边也看到这么多 这么多精美绝伦的菜 从我的手边这样过去 你想你平常 你做一个美食家好了 你这个时刻 你常常去餐厅吃 你顶多也就是 一天 你如果一个晚上 叫了八道菜好了 你这样拼命地去吃 其实能够见到的还是有限 那我在一个这样子 这么设备这么完善 层级这么高的餐厅里面 当一个小厨师 我眼前经过的菜 所有的菜 都从我的手边这样子过去 我觉得看到的 那个眼界开了很多 然后我想要试味道 我跟大厨讲 大厨也非常的鼓励 我们所有的厨师 能够有更灵敏的味觉 所以有什么边角菜 他都让我吃 就好像是那个厨房里面 养了一只狗 想要吃什么剩菜 好你要吃你就来试试看 这在那几个月 我的味觉的成长 好像开了很大的眼界 然后在整个摆盘 和食材的搭配 和对于所有的 这种品质的要求 我觉得都是在 就是不知不觉中 就提升了 后来有的时候我回家 休假的时候回家 随便做一下家常菜 都觉得很好吃 怎么变容易 然后变好吃了这样子 在你的人生里面 有没有哪一道菜 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 如果这么说的话 反而是真的最家常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的保姆 我小时候 从我出生一个月大 一直到长到六岁 就是我一个保姆 张妈妈带的 我住在她家 张妈妈做的一道炒牛肉 她用芹菜 一点点辣椒 不是很辣的 这个新鲜辣椒 炒牛肉丝 那是我心底的那个家的味道 就是随时我都会想要吃 然后我小时候 大家就所有的亲戚们 都是回忆 都是我小时候 非常非常的挑食 我后来不知道怎么 现在一点都不挑食 什么都吃 但我小时候非常的挑食 那个周末 如果爸妈把我接回去 我什么都不吃的 但是我就是吃 张妈妈的这个炒牛肉 和胚白饭 嗯 为什么呢 一个是真的是很好吃 一个是 那个真的就是对我儿时的 那个童年的家的味道 那我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就是呼捧引伴 把小时候 张妈妈带的 好几个孩子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 只有我一个人是住她家 但白天她带好多个孩子 一起回去看她 然后她就在那个茶几上面 铺了报纸 然后每一个 当年的小朋友 最喜欢吃的菜 她就做好了摆在我面前 我面前就是炒牛肉 有一个另外一个小男生 她来的时候 已经有麦当劳了 她一切只吃汉堡 所以她就是 张妈妈帮她做的 张妈妈汉堡 每一个人有鸡排 什么每一个人面前 就摆了我们最爱吃的菜 是 对然后 这个是记忆于这个童年回忆之旅 跟美食之旅 而且后来发现 这个是有传承的 我大儿子 现在四岁半的儿子树海 他一岁的时候呢 我带他回去看张妈妈 张妈妈做这个菜 我儿子那个时候才刚刚 断奶没多久 才刚刚开始吃东西 你还是要喂他 他不见得会特别对于这些 大人吃的东西有兴趣 那是第一次我看到他用手在那边抓 牛肉芹菜这样一根一根的自己喂自己 他觉得非常非常好吃 果然是忠祖于小姐的儿子 好你讲到小朋友 你出了新书叫做《简单丰盛美好》 我觉得他 对我来说 对我一个厨艺非常非常不佳的人来说 这本书是很好的 入门的书 因为他很简单 他真的很简单 然后煮出来的东西很好吃 我很想要知道 就是做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年轻的时候做菜是那样子的心情 你现在有两个小朋友了 做菜有没有不一样呢 时间压缩的变很少嘛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那些功夫菜 要什么香签要切小丁要怎么 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时候就是 快快速速的做出来 然后但是虽然快快的做 还是希望要美味要漂亮 就是整个卖相都好 大家吃的心情也好 所以真的是生了孩子之后 一个是我自己时间少了 我比较能够理解大家 其他的妈妈们 其他不止大爸妈 所有的人都是时间少 那么多人在 我听到身边这么多人 比较年轻的人 终生代也好 年轻一点的都会说 做菜好难啊 我不会 那我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然有难的菜 但是其实不一定要难的菜才好吃 很多菜非常非常简单的 你就煎一下 就是火候对了 调味刚好 然后是你喜欢的食材 新鲜的东西搭配在一起 它就很好吃 甚至就是可以 你就是从头到尾 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完了都可以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 当初我拍了一系列的 这样做菜的教学短片视频 拍那个短片也是因为我 我写文章很慢 但我做菜很快 那生完小孩以后 没有太多时间写文章 我就想那我就用 拍影片的方式来跟 来跟长期一直跟我在 这个交流的读者们分享 我这一阶段在做些什么 我那时候都特别选这种 特别特别简单 材料也没有一定要有 特别奇怪的材料 然后没有太多的步骤 但是可能每一个菜 有一个很关键的小技巧 那我觉得你懂了那个技巧 你就可以自己发挥嘛 我不用现在给你一大堆配薄 然后要给你一大堆复杂的材料 而是只要你最基本的 你只要做到这样 就已经简单 就已经好吃 就已经看起来丰盛了 那以后你掌握了这个技巧 你想要再加什么 你懂了要怎么做 你就很容易再变化 好 为什么我觉得庄主仪的 这个影片特别吸引我 除了很简单之外 我还曾经看过几次 你是大的肚子在煮菜 还有抱着小朋友煮菜 就是非常加长 让你感受到 对 其实煮菜 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之中的事 那是真的呀 没有办法 我们拍片就是在我自己的家里面的厨房 那小朋友跑来跑去 没有办法 那个帮我拍片的几个大男生 后来都练得很会抱小孩 红小孩 但大家都在注意的时候 忽然小朋友跑过来了 那我就把他抱起来继续做 然后整个几乎在 我大部分的影片 是在上海的期间拍的 就是老大差不多一岁多 然后怀着老二的期间 你就看到每一集 我肚子变越来越大 对对对对对 然后生出来以后大概休息 月子做完后又回来了 然后小孩就抱在我前面那种背带 继续做 一边做菜对 对而且因为 因为他抱在背带里面 你如果不动他就会哭 所以我还要一面颠一面做 大陆现在流行一句话说 唯有美食和爱不能辜负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狭爱 当然美食和爱 当然不能辜负 但山川湖泊 都不能辜负 都不能辜负 都不能辜负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为了美食 你说为了好吃 我继续去吃黑银鱼 我继续去吃黑鱼 我继续去砍发雨淋 那这些 这个其实是 这是非常非常短浅的嘛 好你讲到你的家庭生活 我们在网路上找到一些影片 我们看得非常喜欢 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那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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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走吧 Baby Baluga Baby Baluga In the deep blue sea Swim so wild And you swim so free Heaven above and the sea Baluga And the little white We'll on the go Baby Baluga Oh baby Baluga Baluga Oh baby Is the water warm Is your mama home with you So happy Way down yonder Where the dolphins play Where you dive and splash all day Waves roll in and the waves roll out See the water squirting out of your spout Baby Baluga Oh baby Baluga Baluga Sing your little song Sing for all your friends We'd like to hear you When it's dark You're home and there Curl up snuck in your water bed Moon is shining and the stars are out Good night little boy Good night Baby Baluga Oh baby Baluga Baluga With tomorrow's sun Another day's begun You'll soon be waking Baby Baluga in the deep blue sea Swim so wild and you swim so free Heaven above and the sea below In the little white blue on the coast You're just a little white blue on the coast 這個影片真的非常可愛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錄下的當時 那時候大家 就是我們兩個小朋友 非常喜歡這首兒歌 Baby Baluga 那一陣子家裡面就常常在唱 然後會拍這個影片 這個機緣是因為 那陣子我們住在上海 然後我住在上海的靜安區 然後靜安區的這個 他們有一個區的一個小雜誌 然後想要每個月呢 能夠 feature 一個靜安區的家庭 然後他們那次就找上我們 然後就請一個 專門拍親子的一個攝影的 一個女孩子 叫露露來我們家拍 她看到我們吉他在那裡 就說那不如唱個歌吧 然後小朋友就說好 我們一邊彈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拍拍鼓啊 什麼的 就這樣拍下來了 好可愛 好所以其實美食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知道 有時候美食是一種 自己對人生裡面的懷念 人生裡面什麼味道 年輕的時候吃了什麼東西 很新鮮的味道 可是到我們現在有下一代了 你覺得美食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現在意義是什麼呢 大陸現在流行一句話說 唯有美食和愛不能辜負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有一點點狹隘 當然美食和愛當然不能辜負 但山川湖泊 都不能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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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為了美食 你說為了好吃 我繼續去吃黑鮪魚 我繼續去吃海爐 我繼續去砍發雨林 那這些 這個其實是 這是非常非常短淺的嘛 那這樣的東西 你現在能夠吃 你的孩子可能就吃不到了 所以我真的是有了孩子以後 對這方面的關切越來越大 那我覺得 怎麼說呢 現在大家 其實現在大家對這個 對於飲食的健康 對生態的保護 對環境的注意 都越來越有意識 但是如果你天天外食的話 你沒有辦法控制 除非你每一天都去 都去一個 這個非常有環保意識的 一個餐廳吃飯 要不然 要不然你天天外食 你就是塗個方便 塗個便宜 塗個就是 馬上的口腹治癒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吃的什麼 他用的 他用的油好不好 不要說是黑心油 他用的會不會說是 砍發雨林做出來的棕櫚油 裡面這個魚是不是 他如果是 是海釣的 他是不是 委託 這個抵託網釣出來的 如果是 如果是養殖的 是不是有這個 污染出海口的 的這個養殖場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 知道 所以我覺得 其實說到最終 我覺得我反而 我反而認為你一直去 談那些大道理 沒有什麼用 我知道了還是沒有辦法 為自己的飲食把關 唯一真的有辦法 就是好好的回家 學學做菜 我覺得你自己做菜 你自己去買菜 你就知道你在吃什麼 一方面就是 你知道你在吃什麼 就比較健康 也對這個環境比較好 一方面是在 在這個做菜的過程中 得到成就感和樂趣 然後我覺得全家一起 一起投入這個廚房 一起吃那個 對於家庭的和樂 也是很有注意的 所以你的兩個小孩 也都跟你一樣 胃口很好 他們蠻愛吃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 從一開始就沒有 幫小朋友準備 這個嬰兒副食品 從他們斷奶之後 就是不斷 我都是做大人的菜 然後頂多牙齿 牙齿沒長好的 所以就稍微打爛一下 壓爛一下而已 對 好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 來跟我們談 你的最新的書 我們也期待 繼續不斷地在網路上 看到你有新的視頻 教我們怎麼做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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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